今天网络人们吹底下视频 主人你怎么了 你哭什么 主人 你吹得太难听了 主人 你吹得太难听了 这个乐器的长度 有点类似于短肖 或者某种短的竖笛 有点像南美的短盖纳笛 然后说这个嘴型 上下嘴唇都抵住的话 肯定是不对 好家伙 这个都快含入了 是饿了吗 我没有这个乐器 但是跟肖类似 所以按照他的这个嘴型的话 那就是 手指都不带动 下面请欣赏长音表演 刘大哥 你吹笛的曲风变了 我吹得消 这个乐器也一样 它不是常规的肖的长度和粗度 类似于某种短肖或者短竖笛 我吹得消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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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吹出音阶 我是没有想到 它的执法规律没有大问题 行命山老师的这个表演是真的 而且是用的原声 吹得还挺好 非常的厉害 漂亮 截至目前为止 它的执法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因为剪辑的问题 有一点错压 到这个地方呢 音域翻高了八度 但是它的执法没有变 所以有问题 很多粉丝呢 都给我发了这一段 刚好呢 借这个机会 我也说一下 就是在我们录节目的时候 为了现场的效果 为了播出的效果 像这种艺人乐器的展示 很多都是提前录好的program 现场放 或者还有一种 就是后期修 然后在播出的时候 再加上剪辑的一些问题 就很可能会出现一些 错牙呀 手指对不上呀 大家应该都见过 就是有时候 比如说这是一个古增的solo 结果画面是笛子的 这种情况都经常出现 可以理解 汪苏龙老师的这一段 执法在前半部分 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它的口风 确实不太对 不过能看出来 是有做一些功课的 那我们就按照它的口风 来还原一下吧 比如说 只需要一点点 就是自己的 轻轻费 是自己的 是自己的 咳 咳 我 这一段的口风和指法就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都对上了 可见汪苏龙老师自从上次出事以后 下了很多的功夫 值得表扬 但是呢 如果非要鸡蛋里挑骨头的话 问题还是有的 比如这个位置的拉 在音频里 它是 有一个小叠音 手指颤了一下 但是在视频里面 手指是没有颤的 所以这个应该就是现场在真吹 但是播出的时候做了后期的处理 这也是常规操作了 也是为了保证播出的效果 但是真的已经很好了 值得鼓励